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0月11日 星期五 今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大約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今天也是重陽節的紅一假期 計算星期六日三日連假 據報昨晚港人不上迫爆關口 小紅書有網民批評香港人別太離譜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約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從陽節三日連假前夕 不上港人迫爆關口 小紅書的用戶就說香港人別太離譜 內文提到港人不上熱潮未止 從陽節10月11日連周末 港人迎接三日假期 昨晚10月10日多個關口已經迫爆 當中羅湖口岸濕滿了過境 往深圳的香港人 另外港鐵的諾馬州站月台 往福田是迫爆香港人 還有港珠澳大橋口岸 港人如冠離境 大橋珠海口岸大塞車 陷入極度高峰 至少500米 有小紅書的用戶大身 你們香港人別太離譜 話說Facebook的港人不上群組 有不少香港人上載照片 顯示羅湖口岸 是迫滿了過境的人流 當中有人提到羅湖口岸 往深圳方向迫爆上下二層樓 行李過機也要排40分鐘 不要走下層的通道 那裡沒有冷氣 另外港鐵諾馬州 同樣濕滿不上的港人 冬鐵月台迫滿了過境福田的乘客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話說都頗誇張 昨晚因為三日廉價前夕 港人不上熱潮再來了 據報昨晚多個關口 是迫滿過境的人潮 小紅書的用戶大身 就說你們香港人不要太離譜 估計有些用戶夾在橋上排隊 等入境等很久 不過他們就不是不上的 可能就回到內地 結果相關的人潮 可能到今天都繼續 面對這樣的情況 香港的生意、零售、飲食 難怪沒什麼人光顧 因為人潮持續不上 另外也說過這單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新界區火鍋店牛一宣布倒閉 全港剩下四間分店 內文提到了 香港開設了形形式式的火鍋店 港式台式日式都應有盡有 日前有網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屯門市廣場的日式火鍋 牛一分店外面貼了告示 上面寫著 租約期滿 優業啟事 餐廳最後的營業日 是2024年10月13日 即是今個星期日 餐廳高峰時期 曾經一度擁有七間分店 當初期屯門的這間分店 甚至店外要等一個多小時才能內進 但最後仍然難逃握運 對於又有一間連鎖餐廳的分店結業消息 市民持兩極意見 有網友認為牛一的質素參差 加上價錢越來越貴 倒閉也是遲早的事 由以前多人排隊 但屯門分店永遠都沒有優惠 被屯門人遺棄都不敢可惜 相反也有網友指 餐廳座位寬落 加上入座時間交場 每次都能夠吃到飽到第二早上才再吃東西 以上來自網媒講生活的報道 這間屯門的牛一 估計不少屯門區的街坊都知道 位置沒有記錯就是舊狠得基 礦仔也有光顧過 估不到最近都宣佈倒閉 因為本來這間都很多人排隊 不過網友知道他倒閉過後的反應都兩極 有人就說他近年的質素參差 屯門店又沒有優惠 另邊商也有網友說他抵食又夾大件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聊一下 另外亦都講講這件熱話 根據HK的報道 82元的四寶飯 午餐肉檔一送 食客蓋炭 第一次遇到這樣的配搭 網友笑就說 不是喔 真的有四樣菜 內文提到燒美飯是不少港人經常吃的食品 當中四寶飯 就是一般人的印象當中 是鹹蛋、紅腸 另外加兩款不同的燒美 不過有食客近日在網上發貼文 日前幫襯大埔一間連鎖冰廳 當時叫了一個四寶飯 正當以為兩款燒美的時間 竟然發現配搭是叉燒、紅腸、鹹蛋和五餐肉 蓋炭就說第一次吃四寶飯 居然有五餐肉 真是一般 加上白飯較少 令到市主大失所望 很多網友都笑容 就說 不是喔 真的有四個菜 沒有騙人 也說是新的配搭 也有人說成本 估計20元之內 根據外賣網站 那間連鎖冰廳四寶飯 正在賣82元 展示照片包括叉燒、紅腸、鹹蛋和五餐肉 證明這個送菜款式的確符合照片鑰匙 以上來自HK的一個報道 哪間冰廳 看來富之肉出 今天據報四寶飯 82元 也不要緊 四寶飯應該是燒美 誰知五餐肉 會當一個菜 令到市主大感無奈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物價越來越貴 另邊箱連五餐肉 都可以代替四寶飯裡的燒美 真是一絕 另外也說過這件事故 根據HK的報道 尖沙咀鬧市的Tesla 硬撼行人路的鐵欄 左邊車頭撞穿變形 零件四散 另外問題到了 尖沙咀發生交通以外 在昨天10月10日傍晚近5點多 有一部Tesla 是沿尼敦道駛往旺角方向 逃至近海防道交界之時 疑似失控自己炒車 硬撼行人路邊的鐵欄 驚動逃人報警 據了解司機沒有大礙 其後上了救護車接受治理 現場照片看到 失事位置非常多人流 涉事Tesla的左邊車頭撞穿 近乎被劏開 燈罩飛脫 斜落到2位 損毀十分嚴重 零件四散一地 另外南岡被撞到扭曲變形 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又是Tesla 據報這個位置是尖沙咀的鬧市 平時很多人流 幸好撞的時間沒有撞到屠人 另一邊雙司機沒有大礙 不過為何會撞到這麼厲害 還要有待調查 另外也提提各位 根據HK的報道 警方一年七日在將軍澳打擊非法電動車架 頭兩日抓了四個男子 涉嫌五中罪 一年七日 10月9日至10月15日 在區內展開打擊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的行動 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直至昨天10月10日的晚上8點 人員一共拘捕四個男子 37至56歲 他們都是因為涉及駕駛非法電動車而被捕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電動車是違法的 另一邊雙將軍澳一年七日 就會打擊非法電動車 第一天已經有四個男子落網 接下來幾天應該會重點打擊 這類非法電動車的情況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長山環單位裝修的 墮瓦片擊爛私家車的玻璃 車主說是看著一塊瓦片飛下來 兩問提到 長山環興華街屋苑喜釀對開 昨天10月10日早上11點半 有裝修工人在大廈一個低層單位的外牆 進行裝修期間 有一塊瓦片鬆脫墮下 擊中拍在地上麥錶位 一部私家車的擋風玻璃 玻璃當場爆裂 幸好司機未有受傷 有驚無險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訪問司機 他說是看著一塊瓦片飛下來 幸好沒有弄傷它 另外相關工人 同意賠償3000元維修費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靜靜動 clean